白毛雪人长什么样 话说菠菜和奶泡泡终于打败了稻草人 而走出了油菜花地的他们 突然发现那座又高又漂亮的冰激凌雪山就在前面 还真的像一个巨大的冰激凌呢 两个小盒子瞪大了眼呆呆地看着 觉得就像做梦一样 奶泡泡吞了一口口水 咋吧咋吧嘴巴 菠菜看着她的样子笑了出来 喂 你嘴馋了 想把那冰激凌山给吃了吗 是啊 是啊 怎么了 出来这么多天 我倒好久没吃冰激凌了 菠菜笑着大踏步地朝冰激凌山的方向走去 那就赶紧过去吧 到了冰激凌山呀 说不定真的能够吃到很多冰激凌呢 奶泡泡一听 来了精神 马上就跟了上去 可是别看着冰激凌山 看着就在前方 真要走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走到了 远远地看着那座白色的山峰 两个小盒子走啊走 走啊走 一连走了整整五天 可抬头看看那山 怎么感觉还是那么远 这五天 走了就好像没走一样 走着走着 两个小盒子都觉得越来越冷了 身上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菠菜搓着手直哆嗦 哎哟 怎么这么冷啊 我的牙齿都要打颤了 奶泡泡把两只手都放在衣服里 耸着肩膀 把脖子缩到了衣服领子里 哆哆嗦嗦地说 难道现在是冬天了吗 菠菜 菠菜听了奶泡泡的话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她停下了脚步 思考着什么 奶泡泡奇怪地凑了过去 喂 你干嘛呀 走不动了吗 你别待着不动啊 不动 会更冷的 菠菜一把搂住了奶泡泡高兴地大叫起来 哇 奶泡泡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明白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冷了 因为我们离冰淇淋山越来越近了 菠菜蹦蹦跳跳地朝前走去 奶泡泡连忙跟了上去 天气虽然冷 但是这说明他们真的靠近冰淇淋山了 两个小盒子又有了精神 他们走在了一片稻田里 这次他们可学聪明了 再也不敢乱踩稻田里的稻子了 要是又冒出几个稻草人 这么冷的天 他们可没有力气来对付了 就这样 他们又走了好久好久 久得连时间都忘了数 也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几天了 出来这么些天 奶泡泡都好像变瘦了 一路上还是这么的冷 两个小盒子又累又饿 腿也又酸又疼 奶泡泡皱着眉头问菠菜 哎呀 还有多远了 菠菜 我们到了冰淇淋山 就能找到不死光年吗 哪有那么容易 我们先要找到冰淇淋山上的白毛雪人才行 奶泡泡听到这个名字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害怕 白毛雪人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呃 就是一个雪人吧 说实话 我也没有见过他 我只听说他特别的凶 很不好对付呢 啊 那 那他会不会吃掉我们啊 应该不会吧 就算他会吃掉我们 我也要找到他 为了爷爷 我什么都不怕 奶泡泡听菠菜这么说 也就低着头不说话了 他们俩之间突然安静下来 都低着头往前继续的走着 其实心里都在想着白毛雪人 白毛雪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呢 是浑身长得比较老师的老师都会比较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啊 如果他要是把这两个小盒子吃掉的话 他们该怎么办呢 奶泡泡泡泡一边走着 一边胡思乱想 走着走着 速度就慢下来了 他的肚子又饿得咕咕叫 心里又害怕得不得了 冰激凌山真的非去不可吗 小朋友们 你们说要不要去呢 明天我们再回来告诉你 有一个盒子 很有意思 多多穿衣 有些惊喜 八颗盒子 很多电子 好奇邦邦 好想试衣试 好奇邦